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亭 今天在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大爆 自從特區政府要求公務員要宣誓和簽署聲明之後 在公務員之間的篤灰情況 就嚴重加劇了 據他了解 目前已經有超過一萬宗的舉報個案 第二宗消息 林鄭今天出席博物論壇接受央視訪問的時候 就說香港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他預計 香港今年會有3-5%的經濟增長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梁酬亭今天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 他怎樣大爆公務員現在的情況 他就說 自從特區政府要求宣誓之後 公務員之間的篤背脊文化 變得整行整市 據他所知 至少有過萬宗的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一名 只是入職了兩個月的 新公務員 在他未入職政府之前 曾經在社交平台上轉載過一些言論 被他的同事截圖 指控他曾經 提及過一些涉及政治的言論和表述 交由公務員事務局來處理 即是讀灰 舉報 那名新入職的公務員就解釋 那些言論只是轉載 不是他把口說出來 在兩個月以後 局方的調查結果 就說 這個舉報指控是不成立的 但是 涉事的這位新公務員 在被調查的兩個月期間 感到相當驚慌 吃又吃不下 睡又睡不著 梁朝廷就說 現在他任職的部門 凡有新公務員入職上班的時候 都會提醒他們 要刪除 在社交平台的所有言論 認為 公務員的身份 在現在的敏感時期 最好 就不要涉及到政治上的事 當然 你說 這樣豈不是剝奪了他們在社交平台發言的權利 但是 其實現在仍然是入職做公務員的人 他們都應該會了解到 第一 他們在入職的時候 是需要宣誓的 當他們宣誓以後 自然有些話題 他們就不能夠觸及到 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 也沒有選擇 第二 既然明知道工作間的文化是互相監察、互相篤灰的 他們入職的時候也很應該避嫌 所以這些就叫做 吃得鹹魚 就抵得渴 事實上來說 這些互相篤灰、互相舉報 肯定會造成寒蟬效應 不單止會令公務員不敢在社交平台上發聲 甚至乎現在連轉載都被人舉報 可能他們連轉載都不做 又或者他們就算 只是 拍一些飲飲食食的相片 風花雪月也好 他們也可能會有所避忌 就是他們會檢視一下 究竟 他們吃的店舖的顏色是黃還是藍呢? 大家都知道舉報這些東西是無極限的 分分鐘那些人去吃黃店打卡 都會被人舉報又不定 或者去阿布泰買東西 打卡又被人舉報又不定 所以根本上 做得那些已經宣誓的行業 最好就是連社交平台也剷掉了 帳號 還玩來幹什麼呢? 根本上都是 好像舉報為奸 每樣東西都要經過算計的 玩得這麼不開心 就沒得玩了 最多就保留一個WhatsApp群組 大家聊聊天就算了 因為 在這個工作間裡面 你永遠都不知道 誰是人 誰是鬼的 萬一你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加了都不知道什麼人 可能你以為是好朋友的 但是 分分鐘 篤理灰的就是你認為的老朋友 所以這些又是會造成了 在工作間的互信基礎 是會崩潰的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究竟誰是篤理灰的 除非篤理灰的那個人 主動跟你說 否則的話 一般這些舉報 都是匿名的性質 所以這個又是會造成了 在那些同事之間的互信基礎 遭到破壞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篤灰的機制 舉報的機制 亦都是 令到辦公室政治 加劇了 以及 以另一種的平台 來 繼續發酵 因為就算沒有這些舉報機制 本身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 一個空間 其實都會很容易出現 通過踩低其他人 令到自己上位的一些情況發生 因為公務員就不會說在不同的部門之間調來調去的 除了說做政務官之外 一般就在同一個部門 就做了一輩子 當然有些部門就有大有小 就可能會分不同的科 不同的分部 但是始終點調都是同一個部門的 所以你說 本身來說 那個環境也是相對封閉的 都會出現辦公室政治的情況 加上這個監察機制 只會是加劇了 我預計 遲些如果連教師都要宣誓的時候 在教師的行業肯定是重災區 因為教師通常一間學校就做死一輩子 那你困獸鬥的 那六十幾七十人的教職員 隨時就互相監察 互相篤灰 誰篤灰就上位了 可以霸出主任來做 這些事情不奇怪 梁囚廷就說 現在已經有至少過萬宗篤灰背脊個案 他就批評為何要浪費時間和人手去處理 他就向局長反映過 這樣會令人心惶惶的 但是他就說對方是沒有回應的 梁囚廷說這個不是好現象 以前茶餘飯後可以談的 現在都閉嘴了 他就促請特區政府修訂指引 出了指引起碼有個底線 可以有據可以 但是他就說 不覺得局方是有意識來解決問題的 他就說可能 當局也是想造成這個氣氛 那就簡直是 他當然不會出出指引 令整件事無法 等你互篤 互篤的時候就沒有互信基礎 很多人自然會收聲 其實有這些互相監督 互相舉報的制度 就會令到政權 降低了管治成本 因為當然有些人是喜歡 而 其他人 他們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被人家 或者不知道會被誰家 一般來說 都是會自動收聲的 好了 接著梁酬亭就說 對於有129名公務員 拒絕簽署 擁護基本法的聲明 他就說這些人是好用的 肯定就是想離開政府 犧牲事業去測試政府底線 他相信這些多數都是年資較短的同事 他又蓋探 以前公務員 什麼都可以風花雪月 說什麼都可以 沒有行動就可以了 現在說都不行 最好就不要接觸到政治 自野 當然了 據他所說 連戴口罩的顏色 都要有所禁忌的 可能又不能夠戴黃色 不能夠戴黑色 等等 或者不單止是口罩 戴傘也不行 黃傘也不行 黑傘也不行 總之 這些禁忌 就無可避免了 因為戴個黃色口罩 都可能會被上綱上綫 被人舉報的時候 他還怎麼會搞那麼多事 其實孫德勢 都為了保住份工 絕對 就不會說 特地去挑戰什麼紅線底線的東西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林鄭在接受央視的時候 說到什麼 他說 香港經濟最壞的時間 已經過了 估計 今年就會有 3%到5%的經濟增長 期望香港能夠繼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 商貿中心 航運中心 法律仲裁中心的地位 他就說到香港是很多的中心 不知道這是他自己說的 還是國際社會的認可 就算國際也有分很多國際的 第一國際 第三國際 不知道哪一個 認可他 他說是 但是 3%到5%的經濟增長 他真的非常樂觀 今天就已經去到4月了 但是失業率 就創了17年以來的新高 而且在目前這個階段 第一那個疫情 所謂的疫情 又未曾搞得到 疫苗接種率又低 我可以預見的就是 就算去到今年的年底 香港的旅遊業 就應該未能夠全面恢復過來的 你說本地遊那些 無非就是吊鹽水 吊命那些 那些不是主菜來的 一定是招待外地的旅客 才能夠激活旅遊業 這是必然的 好了 旅遊業又搞不定 另外 到目前為止 還有很多行業都未曾能夠回復正常的 只是酒吧業就是了 叫人用飲館來喝酒 這些根本上是很荒謬的建議 就算英國那麼喜歡喝酒 這些國家 他也不會說這些建議 是不是 所以 難以理解 為什麼林鄭會說 估計今年有 3-5%的經濟增長 可能政府的經濟專家 自己計算過就有這個數字了 但是 無論你有沒有這個經濟增長 就算有 當你有了 但是失業率 那個失業人口 還是這麼多的時候 那就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 起碼來講 那些失業人士 無論你經濟增長 是去到多少 都是沒用的 他根本上就是分享不了 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成果 所以就是要使得 這些人都能夠有那個感受才行的 如果到年尾的時候 你說有經濟增長 但是 還有很多人都仍然是失業的 失業率是降不下降的 那你說那些人會有什麼感想才行的 所以就不是說只是說經濟增長 其實就是要將各行各業盡快回復正常 但是外國就開始做了 英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色列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色列就已經宣佈了解除一定要戴口罩的禁令 英國在下個月 又將會 各行各業全面恢復正常 那香港有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